学医双脑线录金可是观众们最爱的题材 无论是网剧还是大电影 纷纷都把目光锁定在推理类作品上 有追踪者也编剧张天辉知道 陈都林 汪朵 郝绍文等主演的校园推理电影 推理笔记将于11月24日上映 昨天该片在上海举办了校园录演活动 主演陈都林 汪朵空将现场与粉丝互动 不仅和粉丝现场玩起了推理破案的游戏 还特别暖心的给观众们发红包 让大家开心不已 现场气氛火爆 粉丝热情高涨 影片讲述了天才少女夏早安医患新手术 被卷露了一场关于概率杀人的阴谋中 在身边人机凶手的困境下 层层推理连环追凶的故事 现场汪朵也首度读家解读了 自己所试验的角色的内心世界 并直也感谢这个角色 让他学会更理智的思考问题 我只是在做我觉得正确的事情 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理想 和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一个明确的对付错来评价 或者说衡量一个人 这个目标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至少我站在秦亦凡的角度来说 我做的这一切都是 由我真正想要达到的东西 当然秦亦凡他的表现 有点太过于极端 极端到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其实在生活里也有这样的人 不过不会像这样去表达自己的内心 至少我不相信谁找女朋友要看各种数据 对 所以我认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反派 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反而还挺享受的 因为我认为演员是一个很 很能偷机取巧去感受别人的一个行业 那我很有幸成为秦亦凡这个人 然后让我变得也站在更理智的方向去思考问题 从已曝光的预告片中可以看出 虽说是一部推理电影 但是其中的打戏可一点都不少 而且既汪朵爆料 由于导演对影片效果的精益求精 影片中的所有打戏可都是演员们亲自上阵 对于汪朵来说 内心戏不算什么 打人才是压力山大呀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 因为我们导演很喜欢 就是我们张佩佩导演很喜欢 很真实的感觉 就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我记得有一场戏是我跟波红在地下停车场 然后去打架的这么一个戏 当时想说做一些动作和一些力道的这种 摆出来演出来就OK 其实导演觉得不OK 他其实就要真打 就真的要让我一拳一拳地打在他身上 那真的就是腾在他身上 对 所以那场戏的时候 给我的这种感觉还是一个 比较去跨越 因为之前拍东西 可能觉得还都是不要真正的去伤害到谁 或者什么 咱们汪朵小哥哥还是太善良了 片中汪朵偷偷爱慕着陈都林 私下年龄相逢的两人也是无话不说 一起吃一起玩一起砍大山 对于古灵精怪的陈都林 汪朵也是赞不绝口呢 就是他太可爱了 尤其在私底下的时候 我们一起玩游戏啊 一起去吃东西啊 和在片场我们一起去聊天 砍大山开玩笑啊这种 他都是一个很 就是头脑转得很快 然后很激励 古灵精怪的这样一个女生 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聪明的女生 人人爱呀 腾讯娱乐 上海报道 姐姐姐 儿子 姐姐